想要创造财富,就要懂得如何投资操作,寻找契机。 大来国际丁兆宇分析师,带你掌握股市的投资关键。 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标股智囊团。 财经关键晚报标股智囊团,由大来国际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丁兆宇提供。 108年金管投雇,新字第012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我们今天的标股智囊团,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费评,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大来国际投雇的总经理,丁兆宇哥,来到我们的现场,宇哥好。 废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来国际投雇总经理,丁兆宇。 好,来到我们的周末了,跟大家说周末愉快了,这个礼拜真的赚得非常的开心,有避应啦,有充态啦,有建计啦,等等的。 听众们,如果这些股票你都错过的话,没关系哦,下个礼拜全新的开始,我们怎么不觉得是? 先跟各位做报告,这些股票下周拉回,其实都有机会再重新进场。 哦,太好了。 但是有些听众朋友想说要做新的股票的,我认为在这里,大盘它从今年的四月,我们记得四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曾经有一度啦, 因为四月那时候曾经从一万五千九百多点跌到一万五千两百八十四点,那个时候是跌到月季线死亡交叉。 可是从一五二八四涨到了接近一万七千点这个位置,很多人一定会认为说指数部分涨多了。 那我还是跟大家做报告,延续这个礼拜的一个看法,指数它慢慢的跌高,你不要期待它在这里就会大涨。 那相反的甚至,如果指数不大涨,或甚至在压台积电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当天进场去买这些中小型基欧股的好机会了。 因为最近的盘势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形,压了台积电,个股活梦烂跳。 台积电或者其他股票在涨,那其他小型股就像病猫一样,中小型的这个基欧股票。 那我们认为,这个行情完全建构在内支他们认定,现在没有所谓系统性风险,或是系统性风险不高。 美国举债上线,这个问题也是几乎解决了,有没有几乎解决了。 那很多行业,在这里他交出了这个营收成绩单之后,会发现,营收并没有非常非常亮眼,可是股价就先出来。 这个代表是说,今年有很多公司,他清库存,清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开始出现成长。 股票最重要的是,是买成长,业绩也是成长。 当业绩在顶峰,在顶点,大家都知道业绩已经创高的时候,往往股价会先领先做头往下。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那这个礼拜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些重电的股票他在整理。 那之前,有一些强势的族群,我们讲像是这个资安软体的部分。 这个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跟着我们在追踪资安这个族群,已经追踪足足三个月的时间了。 那这个部分,当然,你要给他一点时间,去做整理。 所以最近,我也没有跟各位讲说,资安的股票,你必须要强力追降。 甚至拉回来的时候,我也没有跟各位讲说,你要注意买点。 因为,它已经涨了一段了。 就像股票,应该讲股票其实就像是,我们举个例子,就像射箭一样。 你在拉满弓的时候,那个时候键是不动的,可是它运量怎么样?运量冲出去的这个力量。 那一旦拉满弓之后,放出去那个键的那一瞬间,它的动能是最大的。 股票也是一样。 那往上冲的时候,它的斜率,或者它会成一个所谓跑物线,很陡的一个方式在走。 那是股票来讲的话,就是任何的压回,你都要把我买点。 但是当走到一个所谓的走平了,动能,它开始走平了, 然后甚至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它开始下降了,受了地形引力了。 这个就一句话叫什么?强弩之末。 所以股票呢,强弩之末的股票,不要碰,甚至见好旧收。 那下个礼拜,几个重点。 第一个,营收准备公布完毕了。 这个下个礼拜一之后,大概6月10号之后,这个营收就已经公布完毕了嘛。 那所以呢,就是这些营收好的股票呢,你可以拉回去做布局。 好。 那第二个方向就是投信作帐,以及集团作帐。 好,因为接下来下个星期就进入到了6月中旬了。 那6月中旬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观念,就是有些股票它会持续地做喷出, 会作涨做最后的一个急行军。 那你会发现很多股票涨得又急又猛又快。 对。 你看起来好像不会出现败向,可是往往它一根黑黑在反转的时候呢, 你短线上面来,你追高了,你可能舍不得卖掉。 那震荡之后,搞不好你就套到高档。 所以下个礼拜重点就是,有哪一些股票它在喷出的时候呢, 其实要稍微注意一下,要见好旧的时候。 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像山羊。 我觉得山羊在这里,这个波段它从四十几块钱涨到六十几块钱, 在做修正,在做整理。 然后接着呢,从七十块钱又往上垫。 那垫到八十块钱之后,转眼之间又来到百元的一个家里附近了。 那其实我常常跟各位讲,这个股票很有趣。 九十块钱到一百块钱,这个关卡, 往往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很奇怪,它就是要磨。 那怎么磨,其实我们听众朋友都知道, 我讲一百块钱股票。 很多当初很喜欢在一百块钱去做当初, 因为它只要跳一档两档就可以赚钱。 但是这样子来讲,短线上的筹码, 它必须要经过一个震荡整理。 所以山羊在这里,我觉得它从四十、六十到八十, 然后再冲到一百,这个地方势必要整理。 所以下礼拜来讲的话,就是观察。 那重要的关键就是不要出现爆量黑K, 或者出现量能持续萎缩。 也就是所谓很简单,就是量加倍率。 就是股价它慢慢电高,可是成交量就慢慢下来。 那遇到这两种现象呢,必须要先测。 所以山羊这个部分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 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跟各位再聊。 另外,重电除能部分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到像1519的华城, 像中兴电,以及像市电这些股票, 大概在这里来讲的话, 它短线上面也到了必须要整理的部分了。 所以这类型的股票,下个礼拜不能追。 反而手中有的可以续报,没有错。 但是在网上,一样, 出现我跟各位讲的这几个状况, 那可能短线上, 就好就收,我们获利下车。 那再来,我们讲, 你公布营收数字了。 那公布营收数字, 才刚刚开始往上涨的股票呢, 它可能就没有那么快结束了。 比如说,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 我一直跟各位讲, 演唱会,演唱会, 演唱会, 对哦。 对不对? 那包含了像五月天, 这个大家都已经很清楚到北京开演唱会了。 那陆续还有很多的歌星团体了。 那他们一定还是要持续再开嘛。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它大概就是跟旅行社的这个概念是一样的。 就你看起来它本一比好像, 搞定你现在的获利数字, 你觉得用获利数字来算, 你觉得好像本一比很高。 可是它因为业绩成长, 所以可能这个月, 我们举例, 假设第一季赚一块钱, 它第二季可能赚两块钱, 它是用这种往上成长的幅度的。 所以你看这个6625的弊印, 我们上个礼拜跟各位讲, 我说八九十块钱的股票, 整理整理之后, 如果让它涨了一百, 那就不是一根掌停板能够解决的事情了。 没错。 因为这是过去我们操作的这个经验了。 所以上个礼拜有几天, 它就在一百块钱, 有时候到一百零一、一百零二, 然后震荡震荡又给你下来, 又给你打到九十九块、九十八块钱。 我说大家要好好把握, 一直跟各位讲, 我说五月天都已经开一轮演唱会回来了, 那后续还有很多的巨星, 他们还持续要再办。 那这个商机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嘛, 那结果毕音你看看, 礼拜一, 涨停, 礼拜二, 涨停, 礼拜三, 又涨停, 那涨到这里其实, 各位你回头想想看, 那上个星期我们跟各位谈毕音的时候, 那是在九十几块钱, 每个都可以赚到, 而且宇哥一直跟各位提醒一件事情, 我们台北股市, 股票太多了, 你根本买不完, 所以很多人就说, 那这个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新的族群, 结果呢, 就这个也听, 那个也听, 这个也买一点, 那个也买一点, 搞到最后买十几档, 二十几档股票, 像开杂货店一样, 那这种你照顾起来, 你就很困难了嘛, 对不对, 那像毕音这种股票, 其实我就跟各位讲, 这个很简单, 你旅行社你不敢买, 追高了, 那有旅行社, 已经涨到这个, 都已经喷到这个地方去了, 什么时候肩头反转下来, 你也不知道, 你不敢买, 我跟你讲, 你九十几块钱, 你轻轻松松买毕音, 涨停买两天, 三天, 涨到132块钱的时候, 亲爱听众朋友, 你九十几块钱买的, 你听节目, 你可以一个礼拜不到的时间, 可以赚超过三成, 我讲的是超过三成, 而且是轻轻松松的超过三成, 而且你根本不用担心, 你说, 有的时候像AI, 大家不会选, AI, 我的资料, 我的资料库里面, 跟AI相关的, 大概有50档, 所以这个资料, 我不敢给各位, 我给你们也没有用, 你没办法选嘛, 对不对, 可是像这个, 这种特殊族群的, 台语有一句话叫, 公门独七呀, 对啦, 这个, 我说, 最多就是两三档, 一个是B印, 一个, 一个是宽宏, 宽宏, 礼拜三B印跟宽宏, 不是同步都工掌停板, 对的, 对不对, 我说, 这个很好选嘛, 这个五根手指头就数完了, 所以, 你一定赚得到, 你不用想说, 你会分散资金, 不会, 因为就这两档给你选, 你没得选择, 那我也只跟各位讲, 我说你就看B印, 为什么, 因为它主攻五月天, 这个大家都知道, 是, 所以我想, 大家可以看到说, 这个B印的股价, 非常非常亮眼, 没错, 那另外, 这个建基, 对, 有没有, 一样是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 其实那个盘是不好做的, 因为还没有公布营收, 对, 那该涨的也涨了, 那不该涨的在这边, 你也不知道说到底该怎么买, 所以上个星期, 那个股票操作是非常难, 对, 我当时就丢一个议题给大家, 准备要开始公布五月份营收了, 好, 那你能够, 如果能够预期, 什么股票它营收会好的, 你就先去买, 你不用受这个盘面的干扰, 我当时是跟各位讲, 一档股票, 我是说, 你们就注意这档股票, 我说3046建基, 有, 你看它营收是慢慢往上垫高, 那过去这档建基,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宏基集团的, 是的, 对不对, 我说宏基资, 安基资, 自联服务, 这个听众朋友, 听我们讲, 已经讲超过三个月了, 很熟了, 对不对, 接着涨到宏基母公司, 那涨完之后, 我说那你就留意建基, 前两天的宏基董事会才好玩, 小股东还去问宏基的董事长, 陈俊胜先生, 他说宏基集团怎么, 这个也做, 那个也做, 还亏宏基, 这个董事长他说, 我们宏基会不会是转型要开白货公司, 就人家大霸气回应他, 他意思是说什么, 这个叫多角化经营, 这个叫多角化经营, 所以你看他培养出来的小经纪, 红基资, 智联服务, 暗基资讯, 你看这个股票过去, 让大家大涨大赚, 那我说建基这档充电桩的, 他营收从二月份, 三月份, 四月份, 都是年月双征, 对不对, 我说这个股票, 你去找, 我说连台积电, 连联发科, 连这些, 大家所熟知的这些电子股, 你去找出来, 二月份, 三月份, 四月份营收, 都年月双征的, 其实真的不多, 那我说你各位就注意这档股票嘛, 好哦, 结果呢, 礼拜三凌晨, 对, 应该是礼, 他应该是礼拜二的晚上, 晚上公布营收, 那礼拜三, 我一看这个新闻也见报了, 早上七点多, 对不对, 3046见机, 对不对, 这个五月份营收跳到六字头, 上了六亿, 年增一倍多, 我想哇, 这个不得了, 对啊, 我当时在开盘前, 我就在想, 好,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福了, 对, 结果果然, 开心了, 礼拜三一开盘, 直接跳空大涨, 一开盘就涨8%, 然后各位知道吗, 9点01分, 对, 20秒, 涨停满锁住, 哇, 你当天去追的, 9%起跳, 赚1%, 你当天去追的, 你当天去买, 你了不起赚1%啦, 你扣掉手续费, 你买的再低, 了不起, 你赚可能赚不到1%手续费, 绝对赚不到1%, 对, 可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我上个礼拜就跟各位讲了, 讲了一个礼拜时间, 对, 所以大家都可以轻轻松松的, 买在这根涨停满前面, 没错, 也就是说, 礼拜三一个跳空大涨, 大家是扎扎实实的, 10%, 10%放在口袋里, 有没有卖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这档股票, 它整理整理, 下个礼拜有机会还可以再走高, 那手中没有, 当然爆量就不要再追了, 爆量就不要再追, 那有拉回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开开心心的攻上这个涨停满, 那再来, 就是回答概念, 当然回答概念在这里, 还有蛮多股票的啦, 那我们留到下个阶段, 我们再跟各位一并做报告, 好, 所以我们到底接下来怎么样, 跟请老师在下个礼拜全新的开始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 千万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跟你分享, 聪明的投资伙伴们, 我们的专家, 标股质男同仁专家, 丁兆宇哥告诉大家, 下个礼拜全新的开始, 营收大概都公布完毕了, 所以昨天我们营收好的拉回, 可以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了, 接下来我们要锁定的是, 投信做账, 还有集团做账的好股票, 有些股票喷得又急又忙, 喷高的时候, 您千万不要去追, 很容易追到高点了, 到底接下来我们该怎么样进场来布局好股票呢, 老师说了, 下个礼拜有八个字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就是高档震荡在所难免, 所以就听我们到底接下来该怎么来布局呢, 不要忘记了, 把老师的讯息24小时待在身边, 把老师LINE AD加入, 怎么样加入, 把你的手机打开, LINE也打开, 搜寻部分输入, 老师只要任何时间点, 有任何的讯息想要透过我们的LINE, 找到您的时候呢, 是一对一的可以找到您哦, 欢迎听到我们赶快加入, 小老鼠133 A R Y G S, 小老鼠133 A R Y G S, 赶快加入, 就是现在, 小老鼠13 A R Y G S, 我们是标谷智囊团, 我今天节目主持人飞品, 温宁邀请到我们的专家丁教育哥, 来到现场, 接下来该怎么布局, 千万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不知哪个人他是谁, 对我不停地追啊追, 情书不断, 鲜花松个每晚, 家人心慌疑乱, 不知哪个人他是谁, 对我不停地追啊追, 从早到晚, 电话铃声不断, 叫我坐立难安, 哈地摸呀嗨, 欢迎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飞品, 温宁邀请到我们的专家丁教育哥, 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 下个礼拜怎么布局啊老师, 下个礼拜, 我们大概蛮确定一件事情, 指数在万七这个地方, 八个字给大家, 高档震荡, 在所难免, 所以高档的股票, 千万不要乱追, 千万不要乱追, 要像我们这种, 就是在没有发动之前, 你就已经锁定了, 让它轻轻松松跳上去之后, 那在这里, 你要怎么卖, 你要这个卖赚5%, 赚10%, 赚两根掌厅板, 你随便卖, 你都能赚这种精神, 那当然你如果当天去追OK, 但是你手脚我想没有那么快, 上个阶段跟各位谈, 我说像建基这样股票, 他前天公布营收, 就隔天直接跳空大涨8%开盘出去, 不到两分钟就涨天板锁住, 请问各位你怎么追, 没错, 对不对, 所以你先去布局, 你这个8%这个9%, 这就是你的机会成本, 对不起, 应该这样讲, 你要去做那种现买的, 想要就是说就是看到兔子才撒鹰的, 那这个8%9%就是那些人的机会成本, 你赶进厨房, 你就不要怕热, 那这个8%9%你追下去, 隔天如果不涨, 你就要负担这个风险, 不然你就是要先买, 所以建基我公开给大家, 我为什么敢, 因为它没有涨没有动, 那我买了, 我买了我认为它会上去, 业绩会好, 五月份营收会好, 所以我也愿意跟大家公开分享, 就是我的会员已经买了, 买完之后, 我们又认为它要五月份营收会上去, 可能性很高,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大家一起赚钱, 那想追的那就留给他们, 要追涨停板, 要追当天, 这个新闻出来, 那这个8%9%的成本, 就留给他们了, 我们成本就比他们, 少了这个8%9%。 好, 那再来, 记不记得我讲, 隐藏版的会大概念股, 对, 有, 这个623的旺系, 对不对, 一样嘛, 我说你们去找一档股票, 去年赚12块多, 今年第一季赚接近3块钱, 配7块钱现金, 本一笔不到14倍, 2,3,4月份营收, 都年月双征的, 你去找一档股票出来, 我不相信, 你们可以立马找出一档, 像旺西丢股的股票出来, 对不对, Baby这么低, 然后又赚超级股本之上, 他是不是慢慢慢慢, 这个礼拜是不是又创新高了, 对的, 对不对, 那我说另外一档隐藏版的会大概念股, 我说大家不知道, 我当时在上个礼拜一请, 大家说, 你们来一点, 我这档股票跟大家分享, 那这档股票大家也都知道嘛, 五四七四的冲态嘛, 对, 对不对, 他其实早在2021年的时候, 他就是会大的一个, 的一个, 视讯截取卡的合作伙伴, 是的, 那他也是新的, 这个MGX平台, 挥达的一个AI, 医疗计算平台的一个伙伴, 所以看股价他这个地方慢慢点高, 他也是长线低机起的嘛, 所以我想在这里下个礼拜, 还有一些股票也是在这里, 埋伏在这里的股票, 那我相信, 你们之前建基, 这个营收公布之前, 我们带各位进场布局, 大赚, 大家都看到, 币应更不用讲了, 三天三职, 三根, 开开心心的, 宽宏大量, 对不对, 也是跟着涨天板, 有求币应宽宽宏大量, 对不对, 那这个族群, 这个族群其实大家也都见识到嘛, 所以下个礼拜, 这一档, 这个隐藏版的, 隐藏版的神秘标股, 搭配投信作帐题材股票, 留下您的姓名, 您有方式, 下礼拜一, 准时通知大家, 好,来听我们, 想跟进老师的脚步, 跟着我们会员进场的布局, 我们下个礼拜, 这一档隐藏版的神秘标股吗, 不要忘记了, 赶快打电话进来, 留下您的姓名跟电话就可以了, 电话号码就在我们的广告当中, 赶快打电话进来, 也再谢宇哥, 再次聊到节目当中, 谢谢各位, 祝大家天天都有, 掌庭版, 财经关键晚报, 标股智囊团, 由大来国际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丁兆宇提供, 108年金管投股, 新字第012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恭喜我们的会员,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尤其是会员好朋友们, 跟进我们的专家, 标股智囊团的专家, 丁教宇哥进场来布局的好股票, 真的是本周超开心的, 包含了我们的什么, 这档好股票就是吃喝玩乐, 而且带大家看演唱会的必应, 这档股票是怎么样, 攻上掌定板, 掌定板,掌定板,掌定板, 三天就三根掌定板了, 恭喜大家了, 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建机, 充电装上这档股票, 老师也是在节目当中, 公开跟大家分享, 也是攻上掌定板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档, 是我们的回答隐藏版的概念股, 五四七四的充态, 也是掌定板,掌定板, 两天两根掌定板, 恭喜我们的会员,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都赚到了, 丁教宝们, 这些股票如果你没有赚到的话, 没关系, 下个礼拜一, 老师帮大家准备了这一档, 隐藏版的神秘标股, 搭配投信作帐的好股票, 你一定要打电话进来, 把他带回家, 周一带您进场来布局了, 准备好了没有, 拿起电话, 现在就不过留下你的姓名跟电话, 023659333, 023659333, 大家的投资电话号码, 023659333, 0223659333, 大家欢乐,